本期节目咱们来说一桩宣传部长顾兄杀人案 那么主人公呢叫刘淑海 他是湖南湘音人 1957年呢 他是生在东北的黑龙江省有义县 有义农场 1982年呢 刘淑海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终于是考进了黑龙江省城哈尔滨的一家师范专科学校 学中文 这时候他已经是25岁了 并且已经结婚了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以说是大气晚成吧 因为现在考大学18、19岁啊 也就都入学了 两年之后 刘淑海呢 就被分配到了老家湖南湘音县委组织部工作 刘淑海啊 算是一个有着宏图大致的人 他不想着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就度过自己这一辈子 于是1985年又考上了广东省委党校的党建专业研究生班 毕业之后顺利的就进入了深圳市保安区区委组织部 担任副科技组织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深圳呢 已经开始了一个快速崛起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当时的深圳可以说是人才之间的竞争很激烈 刘淑海呢 就靠着自己的勤奋 他呀 工作的非常出色 并且呢 他还有一个特别擅长的地方 就是写作 他有很多的作品 甚至登上了殃及的大报大刊 其中有一篇还在人民日报的征文比赛里面 获得了一等奖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他的这种才华也受到了领导的赏识 在这之后的几年 职务呢 也不断的升迁 先后被提拔为了科长 党建电教中心主任 副处级组织员等职务 没过多久 他的妻子啊 也调到了深圳 在一家医院 当上了护士长 可以说呀 夫妻俩都是事业有成 确实俩人呢 个人的能力啊 也都是比较强的 他们的女儿 也进入了深圳市重点中学 保安中学读书了 这时候的一家三口 可以说是幸福美满 不过当一个人身处高位之后 就总会有种种的诱惑 刘淑海啊 也在不断的适应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一开始呢 确实也很安分 他的实时的工作 他的实时的过日子 可是过了这么几年安分生活之后 这心里边啊 就也起了变化了 1992年年初 那是刘淑海刚提为科长不久 有一天呢 他在深圳 就意外的遇见了 自己在黑龙江 有一农场的好邻居张某 这张某呢 在当年还是刘淑海的干爹 俩人这一聊 才知道这张某 已经退休回到湖南老家了 张某的女儿 比刘淑海呢 小七岁 因为张某是他干爹 所以他的女儿啊 等于是刘淑海的干妹妹 这个干妹妹呢 叫张磊 张磊是在湖南 邵阳夜压价厂工作 那么那几年呢 经济效益越来越差啊 就考入了湖南师范大学 进修音乐专业 马上就要毕业了 张某就也跟刘淑海说淑海啊 你看你妹妹啊 马上要毕业了 你能不能帮忙介绍一下 让她去深圳工作呢 刘淑海一想 我就一个小科长 确实在深圳这个地方 小科长算不上什么 哎呀 能量有限 不一定能帮上忙 但是 毕竟是自己的干爹 自己的干妹妹 该帮也得帮啊 她就答应下来了 从此为了张磊工作上的事 刘淑海呢 经常和张磊互通电话 张磊 学音乐的 大伙想吧 长得也漂亮 声音也好听 别说见面了 每回打电话 听见张磊的声音 这刘淑海的心里边啊 哎呦 爪心脑干的那么痒痒 所以呢 他也是使出浑身解数 为张磊工作的事 跑前跑后 几个月之后 张磊一个人 就来到了深圳 来找干哥哥刘淑海了 这干哥哥 乍一件干妹妹 哎呦 怎么这几年不见 长这么漂亮了呀 啊 这个女人呢 是漂亮之中 透着成熟 成熟之中 有一股子妩媚 张磊呢 还是一个特别擅长 取悦男人的女人 他也知道 自己的干哥哥刘淑海 对自己来说 有多重要 到了深圳了 没有别的依靠 干哥哥就是靠山呢 他呢 把这干哥哥 哄的是如痴如醉 哎呦 这刘淑海 是神魂颠倒了 很快 刘淑海就把张磊 安排到了保安 一家电子公司上班 这刘淑海啊 还跟张磊说了 小磊啊 我呢 尽快的会把你的户口 迁到深圳来 张磊 这更看重刘淑海了呀 不光工作问题解决了 这户口也得指望 自己哥哥呢 于是这俩人呢 算是和尚拍了 一个贪恋美色 一个呢 又急需工作 急需靠山 这家伙俩人各取所需 一拍即合 没过多久 半推半就吧 俩人就发生关系了 刘淑海跟张磊 发生了男女两性关系之后 首先送给张磊一个寻呼机 也就BP机 那时候BP机就了不得了 很贵呀 后来一看 寻呼机 哪能体现我对我妹妹的一往情深呢 又给干妹妹送了一个时髦的手机 同时呢 还拉下脸来 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想给张磊换一个更舒服 工资更高的工作 最后啊 在保安区城管办属下的一个部门 为张磊找到了一份非常轻松的工作 没到两年的时间 又把张磊的户口以亲戚的名义 从湖南绍阳迁到了深圳保安 落到了刘淑海的户口本上 为了庆祝自己正式成为了深圳人了 张磊呢就跟刘淑海提议 说咱们俩到海南度蜜月去吧 刘淑海呢就骗自己的媳妇 我最近几天呢得出差 于是带着张磊可就到了海南了 哎呦玩的这叫个痛快啊 白天大街小巷的逛 晚上俩人这是春宵一刻值千金 一冲动 刘淑海啊就跟张磊表白了 咱俩光是这种情人之间的关系不行 我不光要得到你的身体 我还要得到你的人 我要娶你 回深圳以后 刘淑海呢又想方设法 给张磊的弟弟在保安找了一份工作 1995年年初 刘淑海又亲自为张磊和张磊的弟弟 在保安租了一套房子 这也算是自己一个情窝 随着时间的推移吧 一直单身的张磊对刘淑海的承诺 也是越来越在意 既然我已经把我的身子都给了你了 你也承诺要娶我 我呢也确实得找个好的归宿 我不能再这么当你的情人了 我得要一个家 我呀得跟你结婚 于是他就一再的催促刘淑海 你赶紧跟你那黄脸婆离婚吧 而对于刘淑海来说呢 在海南的那个承诺 那表白呀 那是情之所至 一时冲动 他并没有打算就跟老婆离婚 他就想一直保持着一种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的状态 他就认为呀 我有研究生学历 领导呢又很赏识我 如果现在后院起火 我媳妇闹出点什么事来 那我是自毁虔诚 同时我的结发妻子 我家里那黄脸婆太太 别看现在长得不好看了 但又贤惠又能干呢 啊 并且把我们的孩子抚养那么好 我不忍心抛弃和自己 风雨雨供白手起家的女人 可另一头张磊是他的心肝小宝贝啊 面对张磊的催促他呢就是拖延战术 同时呢还尽力的满足张磊的所有的要求 有一回啊 刘淑海一次性就拿出了自己平时积蓄的五万块钱 送给张磊让他炒股 同时又想办法把张磊调进了深圳市南山区 某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当初那 因为刘淑海跟张磊一直保持这种情人关系 所以啊 他俩之间的事啊 在刘淑海的朋友圈子里边 这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 每一回聚会的时候呢 刘淑海啊 不叫自己的媳妇过来 而是把自己这干妹妹叫过来陪着 有一回 在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 刘淑海无意之间 就跟一个女服务员多开了几句玩笑 说实话啊 确实挺流氓的 讲了几句那种擦边球软色情的话 可张磊在旁边呢呀 哪个女人能忍得了自己的男人干这事啊 给他气的都不行了 当场就走了 这让刘淑海啊 当下就很难堪 赶紧追上去啊 向张磊赔不是想着法的哄他开心 同样 刘淑海对张磊的一举一动也很在意 张磊呢 也能玩 有时候啊 就喜欢去舞厅里边跳跳舞 只要他发现张磊跟陌生的男的出现在舞厅里边 那就气得不行了 可这种生活呀 慢慢的让张磊就受不了了 哦 一方面 我就只是你的情人 另一方面 你还不给我一点自由的空间 那不行 慢慢的张磊也明白过来 我这干哥哥呀 他那承诺那就是纸上谈兵 不动真格的 等到猴年马月也没戏 一想到每回到自己这情人家里边做客的时候 他都只能以干妹妹这种身份出现在他家里啊 看着自己的情人 跟所谓的那干嫂子俩人在那腻活的劲儿啊 我这心里我能受得了吗 如果一个漂亮的女人还是单身 那么一定会引起周围更多人的关心关注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都给张磊介绍对象 哎呀 小磊啊 长这么漂亮啊 也老大不小了 该找个人成家了啊 照理说张磊有着刘淑海呢 你别同意这事啊 可这张磊啊 每回还故意的把这事告诉刘淑海 就想看看刘淑海的态度 可是让张磊很失望 刘淑海虽然每回都吃醋 但是呢 还挺赞同啊 并且还一本正经说了 小磊啊 你要找 就得找个老实听话的 不能坏了咱俩的好事啊 面对自己这情郎 这种态度 张磊是要多伤心 有多伤心 要多难过 有多难过 现在他对这干哥哥 已经是彻底的绝望了 于是啊 他还动真格的了 真瞒着干哥哥 跟人约会去了 想找个好男人 从此摆脱刘淑海的纠缠 在这之后 他对刘淑海的感情 也慢慢冷淡下来了 打电话 也不怎么接了 这抠BP机啊 也不回了 也不再经常性的 跟刘淑海约会了 时不时的 就找借口避开他 张磊态度的变化 让刘淑海感到很恼火 好几个晚上 他都到张磊的家门外边 在那等着去 可是每回都敲不开门 张磊的回答 也让他哑口无言呢 噎得他是根喽根喽的呀 人张磊就说了 你是我什么人呢 你有什么权利管我呀 刘淑海是苦思冥想 终于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绝招 那么到底是什么好招 什么高招呢 咱们呢 先交代一下背景 他这干妹妹张磊呀 其实呢 结过婚 有一个九岁的儿子 这刘淑海一想 于是就极力的怂恿自己的干妹妹张磊 说你把孩子呀 从少阳接到保安来上学吧 因为过去这对于人们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呀 孩子能从小城到深圳上学 多少人是拔不得 对于刘淑海来说呢 这样一方面可以取悦自己的干妹妹 又可以用孩子来牵制住这个干妹妹张磊 那么这就让张磊在做什么事的时候 能够有所顾忌 哪个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张磊的儿子呀 到了深圳之后 也认了刘淑海当干爹 你看他们这多复杂啊 张磊的爸爸是刘淑海的干爹 张磊是刘淑海的干妹妹 结果张磊的儿子又认了刘淑海当干爹 这干爹刘淑海亲自开车 把他们母子俩带到东莞某山庄 和广州丛化的温泉 这算是消费一回啊 好好的享受享受 这一路上啊 刘淑海对孩子的要求 那是有求必应 想玩什么玩 想买什么买 想吃什么吃 这一趟可就花了几千块钱 就因为这一趟吃喝之旅啊 那有这孩子喜欢刘淑海 喜欢的都不行了 这张磊呢 也感觉别说我这干哥哥 我这情郎对我确实是好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 这一对情人呢 又重归于好了 到了1999年秋 这刘淑海呢 已经升任深圳市保安区龙华镇 党委副处级宣传部长 这一回呢 他要出差 去澳大利亚 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啊 是喝出了血本啊 给张磊买回了一盒绵羊油的护肤品 他满以为啊 可以借助张磊的儿子 束缚住张磊 可没想到 儿子一来 张磊更想有个家了 我们这孤儿寡母不行啊 我得成个家呀 咱们上期节目不说了吗 因为张磊长得漂亮 所以很多朋友啊 给他说没 给他介绍男朋友 张磊呢 就跟好朋友介绍的男人 交往越来越密切 一边呢 是想着 万一这人真不错 真合适 我们就在一起过了 另外一面来说呢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 来逼迫刘淑海就范 让他跟妻子离婚娶了我 这么着 张磊跟刘淑海的分歧越来越大 这就让刘淑海觉得 有点不对头了 他呀 特别担心张磊 从他身边离开 可一时半会儿 又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1999年9月份的时候 刘淑海呢 在一次酒席上啊 就认识了一个男的 这人呢 叫周老五 喝了两三杯酒 聊了三五句话 他们是一见如故 这周老五呢 是刘淑海的湖南老乡 同时也在黑龙江 有一农场待过 刘淑海一看 咱这又是老乡 又是战友 这是亲上加亲 周老五啊 就告诉刘淑海 刘部长 我呢 叫周光林 五年前呢 曾经跟别人 在友谊县 杀人抢劫 现在啊 是有案在身 潜逃在这儿 你看 这周老五是真跟他交心的 这种事都跟他说了 在这酒场上 俩人是相见恨晚 互相称兄道弟 周老五呢 就见刘淑海 闷闷不乐 挨声叹气的 就一再问他 刘部长 啊不 大哥 你心里边有什么事 跟当弟弟的说说 啊 你看 当兄弟的这么大事 都跟你说了 你心里有什么难处 你告诉我 我给你摆平 我能办的 一定帮你办到 刘淑海呢 也就把自己的遭遇啊 苦恼啊 就全说出来了 听自己大哥这么一说 周光临气的都不行了 大哥你放心吧 这事我帮你摆平了 我把你这干妹妹给你搞定了 刘淑海一听 是吗 兄弟 这事你真能干呢 放心吧 好啊 刘淑海乐的都不行了 至于要把干妹妹张磊 搞到什么程度 刘淑海呢 又拿不定主意 这周光临呢 也一再问他 大哥你说吧 是把他打一顿 还是把他毁容了 或者是把他弄残废了 差不多过了这么一个多月 刘淑海啊 跟张磊又一次亲热过后 尝试着让张磊 还自己借给他的几万块钱的炒股的本钱 张磊一听 是火冒三丈啊 对着刘淑海这一顿羞辱啊 你是人不是人呢 你把我睡了 你回过头来还跟我要钱 你要脸吗你啊 搞得这刘淑海啊 灰头土脸 一溜烟就回家了 那一次争吵之后 张磊好多天都不理刘淑海了 刘淑海打他的寻呼也不回 到他家里边找人 连人影也见不着 刘淑海也没办法了 他呀越来越感觉到 自己的干妹妹张磊 要背叛他了 这时候刘淑海 有点丧失理智了 他是真的喜欢这个漂亮的张磊呀 他绝不允许自己喜欢的人 嫁给别人呢 11月份的一天 刘淑海呢 拎着好酒好烟 就来到了周光临的住处 兄弟 大哥有难了 你得帮我出口气啊 大哥 还是那事呗 对 当天晚上 刘淑海带着周光临 来到了张磊的住处外边 就跟周光临呢 指认了一下 哪个是自己的那干妹妹 然后俩人又到东莞 惠州等地方踩点 寻找谋杀干妹妹张磊的 最佳时机和场所 一切就绪之后 在刘淑海的百般邀请之下啊 反正甜言蜜语都说尽了 张磊呢 才和刘淑海 包括周光临 一块到惠州的惠东旅游 可因为旅游地点嘛 游客很多 这人呢 川流不息 不好下手 他们呢 就又回来了 刘淑海 是再也等不及了 几个星期之后 又约张磊和周光临 一起到广州的 从化国家森林公园玩去 由于公园人多 还是不好下手啊 就蹿跎着张磊啊 一块到山上去走走 张磊不知道 刘淑海他们心里边 已经有了这恶毒的计划了呀 就跟着这俩大男人 往山上就走过去了 刘淑海呢 想方设法 把张磊引到了公园里 下湾半岛上 北边山峰的那个山坡上 这儿呢 树很茂密 并且呢 没人过来 那 大伙从山底下往上看 都让树挡着了 也看不见 这是作案的好地点呢 张磊这时候还陶醉于面前的美景呢 真漂亮 这儿真是人间天堂啊 他哪知道 马上他就快到真正的天堂了呀 正说话的时候 刘淑海一把抱住了他 就是那个泰坦尼克号啊 大伙都看过是吧 杰克抱着肉丝啊 那个动作就那么抱着 张磊呢 依偎在刘淑海的怀里 也感觉挺幸福挺甜蜜 还把眼睛给闭上了 任由刘淑海不停的亲吻他 刘淑海一边亲着张磊 一边给旁边的周光临 使了一个眼色 周光临一步就窜上来 用右胳膊从后边 把张磊的脖子就给勒住了 正在跟他亲热的刘淑海 也紧紧的抓住了张磊的手 这变故事突如其来呀 张磊第一反应是 我这情郎这跟我开玩笑呢吧 一边在那挣扎着 一边呢还在那撒娇呢 哥哥你别逗我了 我喘不过气来了呀 可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这时候啊他就求刘淑海 哥哥求求你放过我吧 今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哥我 刘淑海这时候也回忆起了和张磊的一点一滴 说实话 有点下不了手 一咬牙一跺脚 转过脸去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张磊呀 用力这么一挣扎 关键时刻 周光临使劲掐住了他的脖子 就这么着活活把张磊就掐死了 杀死张磊之后 他们俩用树叶把尸体覆盖住进行了伪装 并且呢 把张磊身上的身份证 巡呼机 钥匙这些东西都搜出来了 赶紧就逃了 回到保安以后 刘淑海拿出一万两千块钱交给周光临 嘱咐周光临 兄弟 你逃得越远越好 刘淑海呢 也装着若无其事 照常上下班 一连十几天那是风平浪静 可是张磊那边不一样了呀 他是单位出纳呀 一个星期不上班 也不请假疯了 于是单位领导同事们 就都感觉这事不对劲 就打电话 给张磊的家人 亲戚朋友就问 张磊呢 没上班了呀 12月22号 张磊失踪后的第12天 他的家人向当地公安部门报了案 事发以后 刘淑海啊 还以好朋友的身份 经常到张磊的住处 安慰张磊的父母 因为张磊父母是他干爹干妈呀 并且还说了 张磊最近呢 被黑社会的人追踪 他呢 是打算用这个说辞 来转移警方的侦察视线 可是随着侦察的不断深入 刘淑海 还是被列入警方的侦察范围了 张磊的家人告诉警方说 张磊失踪之前一直和刘淑海在那吵闹不休 2001年1月份 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刑警大队 向保安区正发伟大报告 请求保安区纪委 以刘淑海还有张磊两性关系 作为此案侦察的突破口 几天以后保安区纪委 以刘淑海乱搞两性关系为由 宣布对刘淑海实行停止审查 在审查室啊 这刘淑海他也慌啊 说的这个证词啊 是漏洞百出 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了 第二天 刘淑海的心理防线完全崩溃了 于是呢 彻底坦白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写完交代材料之后 分别给妻子和张磊的父母 写了几十页的忏悔书 1月19号 警方压着刘淑海到杀人现场 找到了张磊的尸体 张磊的贴身挂包里 警方还搜出了那瓶 刘淑海专门从澳大利亚买的 绵羊油护肤品 刘淑海看着这些东西是痛哭流涕 看来自己这干妹妹 我这张磊还是爱着我的呀 回深圳以后 很干脆的就供出了周光林的藏匿地点 2001年11月20号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 刘淑海周光林杀人一案 张磊的家人 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请求法庭判两名被告人赔偿死者张磊 死亡补偿费 家人抚养费 精神抚慰金等 共计600万元人民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刘淑海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判处被告人周光林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由刘淑海 周光林两名被告人 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各类费用 共计人民币9万元 刘淑海就因为一段孽缘 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最美好的黄金年龄啊 他也只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了 也只能是在监狱里面的地区 也只能被销众 远多了 我又要在监狱里面的地区